以此意外晕倒,原因竟是心脏长胖了。 减肥瘦身,哪种方法适合心脏来承受? 演播室里搭积木,奇妙试验给您看。 电话,助言证人电话,停误,快。 给心脏喝酒来治疗,闻所未闻。 健康之路带您一起真实体验,了解给心脏减肥的奥秘。 敬请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 医生天天来帮助。 其实我们现在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肥胖会导致很多种疾病,所以很多人现在特别怕长胖。 李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人体哪些部位是特别容易长胖的? 对,外形上长胖很容易发现,我们看好多四五十岁以后的男士都长了将军度,或者叫啤酒度。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很多脏器也容易长胖,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脾脏都有长胖的问题。 嗯,那今天我们在短片当中要去认识的这一位主人公啊,他到底哪里长胖?您估计意想不到。 2000年11月的一天,家住沈阳的赵女士同爱人王先生在下班后一块回家,可都已经到家门口了,正在上楼梯台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突然我就手拿着斗子,突然就掉地了,就那感觉,突然手就没有意识了。 就觉得脑子忽悠一下,就是很短暂。 他一下就是没有知觉,就失去这个意思,就是往后痒。 然后就是说要跌倒的样子,我马上给扶起来。 随后,王先生赶紧把妻子扶到了家中,让他躺下。 过了几分钟,赵女士又恢复了正常状态,再没有任何异样。 我当时我就想了一个,我说是不是天冷? 其实咱对医学有点了解,是不是天冷血管手术? 然后往痴起来,我说这是血供上来了,再不上楼什么玩意呢? 我说这个,因为脑子忽悠一下,脑子供血不足。 因为只是一时的脑供血不足,平时多注意保暖就行了,连口子也都没有太在意。 可没想到,这次晕倒之后,赵女士的身上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比如我说,原来上三楼,我可以一直上三楼,没事。 后来我就上三楼,就不行。 我得慢慢上,上到二楼,我完全慢点走。 这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就不敢了。 我要蹭蹭蹭上到五楼,那心咚咚咚咚咚就跳。 除此之外,赵女士还会时常感到胸闷气短,身体也总是浑身乏力,无精打采。 由于两个人工作都很忙,本来说要去医院看看,也一直拖着没有去。 直到2008年的一天,赵女士第二次晕倒。 跟弟子症状一样,突然之后,她就晕晕,就要跌倒,我妈给她扶子了。 完了,就又晕了,一会儿就缓过来。 这次的晕倒,一下子让他们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意外。 两次晕倒的状况如出一辙。 再结合一段时间以来,赵女士的身体状况,这让王先生放心不下,赶紧带着妻子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 做了挺多检查,那肯定做了新年读了,24小时了,把钱做了。 检查结果显示,赵女士的其他身体指标都没有问题,唯独心脏比正常人的心脏要大一圈。 难道困扰她八年之九的问题就出在心脏上吗? 其实看到前半截的时候,可能很多热心的观众已经给赵女士出招了,说没准这个是心脏出了问题,这个是大家能想到的。 但是看到后半截,我们就有点糊涂了,说赵女士这心脏大了一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到了全国著名的心脏内科的专家,来自于辽宁省人民医院的李战权教授。 欢迎您,李教授。 咱们确实有点想象不出来,这心脏大了一圈是什么样的? 是心脏胖了?心脏肥了? 那么这位患者就是心脏长胖了。 我们下面就可以看一个示意图。 那么这是正常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心肌。 那么这个心肌如果增厚,比如像这个地方,限局性增厚,那么这个地方就长胖了。 有的病人是普遍的心肌都会增厚,整个心脏就要胖了一圈出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通俗的说,正常的心脏如果我们用饺子皮来形容它,那么肥厚以后的心脏,我们就可以用包子皮来形容。 对,这很恰恰。 咱们能不能说一下赵女士八年前心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会让他出现那么多一系列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根据对赵女士的疾病检查的结果,我们发现赵女士的心脏是由于某一个部位的心肌肥厚导致的。 那么这是一个模拟的心脏图,这个就是色血的左心石。 那么赵女士在左心石的溜除的部位,有一个突出肥厚的心肌,就是长胖的部位很关键。 那么这个血液在通过狭窄的地方就要非常拥挤,这样就产生了很多的症状。 那么赵女士的晕厥就和肥厚的心肌是有关的。 那这就像咱们高速公路,那么如果突然有一个肇事的车辆,那么从四条车道一下变成三条车道,那么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交通堵塞。 那么它的血就像这个积木搭的显示的这样。 由于这个有一块红色的就显示的是这个突出来的这个肥厚的心肌,它就把这个正常的血从心脏到这个身体去这个排出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造成一个狭窄。 那这样血流不出去,一方面可以造成这个脑子的供血不足,造成这种一过性的晕厥。 那么也可以是因为这种心脏厚了以后,造成一些心理失常引起病人的这种意识的障碍。 而且我刚才看到那个赵阿姨,她好像已经快接近60岁了吧,是吧? 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老年性的疾病啊? 到了一定岁数就出现这种病了? 不是,这个心肌病呢,它可以在儿童期啊,少年,青少年期啊,到这个青年期,老年期都可以出现发病。 为什么呢? 那就是主要取决于这个疾病呢,可能和遗传有关。 那么它可能取决于这个遗传基因的编码。 那么在这个青少年过去在没有细毒之前,青少年死亡的初始的第一位,就是由于肥厚耕竹性疾病引起来的。 我在读书的时候,在白青一大,我们在解剖检验时看到过一个标本,是三兄弟的心脏。 那么他们三个兄弟呢,都是在青春期十八九岁,那么初始,一个是在打篮球的时候,一个是在早晨起来跑步的时候,另外一个是在这个和同学这个打闹的过程中初始,那么都做了这个尸检。 最后保留了他的心脏标本,都是肥厚耕竹性疾病。 所以这个很多的青少年如果发病比较早的,很难活过这个青春期。 那么但也有一部分人呢,会在老年发病,可能会50岁60岁才出现症状。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病程往往比较前沿,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 所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筛查这些病人非常重要。 但是也有一些病人呢,我们做过这个流行病学调查,他是没有知识清楚,几代人都查不到,那么他可能是一个基因突变来的。 那么赵女士呢,他就是一个单发的,那么这个可能是由于基因突变来的。 嗯,那对于赵女士和他的家人来说,到底接下来会怎么办呢?咱们一同来了解。 医院诊断,赵女士患的正是肥厚性耿主型心疾病。 并建议他立即进行手术,但赵女士却对此心存疑虑。 我说这我,我说我害怕,我不想做,啊,他说你不做啊,我说我不做,我没想好,一个没想好,一个对他的医疗技术也不太了解,很匆忙,就是,哎,所以我想好好考虑考虑。 就这样,一考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为了让妻子不再发病,除了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王先生还主动承担起了家里全部的家务。 一直就是感情,多年就是一直很好,所以这个病呢,我其实我自己不大在乎,他非常在乎,他说不要干,不要干那,那,那,那。 怕妻子一个人在外面出现意外 两年间 王先生与妻子几乎是形影不离 最甘心的就是 亲属不在身边的时候 如果他自己在外面 如果他在路上走 或者在什么地方 突然晕倒 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我说我今儿挺疲劳 但从08年那时以后 我就注意了 你说万一再晕倒了 晕了不要紧 一会儿缓过来 你缓过来怎么办呢 缓过来别的不说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这大事没办法的 虽然万事小心 可疾病的步伐却没有因此而停止 从2008年查出患有心脏病后 每次去医院复查 都没有给赵女士带来好消息 两年间 赵女士的身体状况逐步恶化 2010年 当他们再次去到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们 如果再不进行手术 随时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使得赵女士终于决定接受手术 惶恐的日子能够一去不复返吗 我还记得一开始咱们说到通俗的讲 这个病就是心脏长胖了 那现在您的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 给心脏减肥 对 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 给心脏喝酒 给心脏喝酒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让大家不能理解的一个说法 究竟怎么给心脏喝酒就能够让心脏减肥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图看 这是一个导管 白色的 走到主动脉的根部 然后通过这个导管 连接到冠状动脉里面去 那么这个血管就是供应 死间隔肥厚心肌的血管 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到这个图上来看 那么在心脏的流除的道里面有一个肥厚的心肌 我们通过导管进来之后 向这个地方打无水酒精 打酒精 对 就是给心脏喝酒 这个无水酒精打来之后 它就会导致这部分的心肌坏死 然后它就会萎缩 那么这个耿主就会被解除 这个血流出来就要畅怀一些 这样的病状症状就可以改善 所以这给心脏喝酒 一定是从血管里边给心脏喝酒 而不是从嘴里边心脏喝酒 不是那个 没太明白 那个酒精不是用来消毒的吗 那为什么还往那个心脏里打 它就能把那一块给弄没了呢 对 那么酒精呢 我们可以知道咱们喝的酒是65度最高的 衡水白肝72度 那么我们医生用的这个消毒的这个酒精 是75度的 它可以凝固蛋白质 杀灭细菌 那么我们像心脏里注射的酒精 是99% 99.8%以上的医用纯酒精 无水酒精 那么它的腐蚀性和破坏性要更强一些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演示 好 那我们到演示区去一开眼 大开演技 这医用纯酒精 就可以把这个心肌肥厚的那部分给它消灭掉 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一样 不过没关系 今天现场我们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李源长今天准备了一鸡蛋 这鸡蛋用来做什么的 煮蛋吃还是煎蛋吃 这个鸡蛋里面就是有蛋白质 你先给它打开 好 你打开 看到这个鸡蛋 这个蛋清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那么我们把这无水酒精打到这个蛋清上 那蛋清就会产生剧烈的一个化学的变化 其实李源长给大家看这个酒精跟鸡蛋的这种反应 主要是想看一下这种高浓度的这种无水酒精 对这种蛋白质的腐蚀作用 它实际上就是说这种酒精打到血管里面去 可以造成这种血管的严重的损伤 造成它这个血管供应心机的坏色 那咱们马上看一看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排一排气 好了 看到这个轻轻的透明的蛋白 已经凝固为白色的物体 这有热度吗 没有 没有热度 你再注射一下 在这个区域 这是轻轻的透明的 好 看随着酒精的注入 那么这个物体就变成白了 你看 逐渐逐渐在变化 逐渐逐渐变化 凝固 坏死 我真的没想到这纯酒精 它的杀生力这么大 这有点像那个打蛋花糖之后 发生的那个迅速的变化 对 就迅速就能够让这个物质发生变化吗 对 蛋白这个坏死之后就马上凝固了 明白了 那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试验呢 我们是想通过鸡蛋能够迅速变质的这个特性 让大家感受一下高纯度的这种无水的酒精 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 迅速就可以看到变化了 其实刚才这个试验对于两位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怪了 但是真的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 我们都已经大叹 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李教授刚才您提到那个肥大的部分不是在心肌上肥出来的吗 那您为什么往那个血管里注酒精呢 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肌肉 它对存活都必须有血液供应的 那么无水酒精打到血管里 破坏了血管 那么这个血液供应就要停止 那么这个肌肉自然而言就要萎缩坏死 达到我们的治疗目的 这就像一棵大树 那么如果这个树根坏了 它接受不到这个土壤里面的水分和营养 那么这个大树就枯死了 那血管坏死了之后 心脏不是就靠这个血管往外蹦血吗 会不会影响心脏的功能呢 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呢 是专门供应这块肥后心肌的血管 是一个很小的 很局限的一个范围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对这个医生的技术要求非常高 第一个 我们要保证这个酒精注射的部位要准确 那么如果你打到这个肥后心肌上 那么我们会导致坏死 减少这个流出道的耕阻 那么如果你打到其他的部位上 那就给病人造成了一个心肌梗塞 那么就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甚至可能导致病人死亡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注射多少的酒精量应该严格控制 那么总的酒精用量一般都在一两毫升之内 所以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酒精的量 一定要非常准确的操作 否则可能带来的不是一个治疗的作用 而是一个不必要的一个副作用 造成病人一个不必要的心肌梗塞 被控制酒量了 对 控制酒量 其实刚才在演示区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模拟演示的操作过程 那么实际这个手术如何进行呢 拓展您的视野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医疗现场全接触 观众朋友 您看到了这个里边就是一个手术室 即将进行的是一台化学消融术的这样一个心脏介入的手术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石韵体育主任 今天他也将作为我们的一个响导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呢 我们走入手术池呢 要穿好仙衣 做好防护 上午十点钟 手术开始了 这台手术的患者是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大爷 这就开始穿刺了是吗 这就是首先穿刺的 这是菊麻 手术呢 是在菊麻下 那给患者就是不疼的感觉 大爷我们说什么 您能不能听见是吧 听了 你现在什么感觉 挺好 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在与手术室相邻的操作间里 医生们可以从电脑屏幕上看到手术的同步进展情况 并在对手术监测的同时 可以随时与手术室内进行交流 在电脑屏幕上 我们看到了导致心脏视间隔肥后的血管 这根血管是就是那根血管吗 就是我们您所谓的叫什么 这个血管 这个血管就是我们所要找的这个血管 那么这个就是惹祸的血管 正常的人呢 没有这么粗的血管 正常的比较细是吧 对 也就是因为它才肥大了 对对对 就是这类病人的话 它比较特殊 过一会儿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会儿呢 目的就是让这个血管呢 就是避掉 然后呢 就是使肥后的心肌呢 那个得不到很好的血共 慢慢就变薄了 就变薄了 就是把它让它消失 对 让它消失 是吧 我们看让它消失 好 一会儿我们看看效果 马上就开始做了 是吧 对 在通过造影剂 对血管的位置进行确诊之后 医生把一定量的无水酒精注射了进去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效果 现在手术进行到 你看现在这个血管 你已经看不着那么长了 这个已经成功了是吗 已经成功了 就是已经看不见了这个血管 对 已经看不到血管了 刚才这血管非常长 而且有那么多的一个小毛毛刺 对对对 那么现在你看到呢 这血管毛毛刺也没有 毛多血管就残钻就在这 这个最凡血管就被逼掉了 对对对 这手术成功了 成功了 好 已经湿透了 这个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手术已经结束了 可我已经浑身都湿透了 我想一台手术就已经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一天这个 如果说二十多台手术 这样是一个什么样 经常是汗流浃背的 这样情况就经常了 很正常 真的是很辛苦 石医生说 不管多辛苦 看到病人解除痛苦 顺利康复 是他们最幸福的事情 效果就是说 手术马上就是效果非常易干净 做完以后 我感觉心里特别平静 很平静 完了这日休息也挺好 就啥也不想 也不想工作 也不想家 啥也不想 反正就躺着睡着吃 完了心里特别平静感觉 几乎没有心慌 胸闷什么的 寒受的感觉没有 感觉是感觉一天比天好就好 你已经给多少人的心脏逛过酒精了 有几百人 好的 那么关于心脏健康 您可能还有很多想知道的 那么您想知道 我来问 接下来进入到专家的快速问答 请问 手术后几天可以出院 手术后一般在七天到十天可以出院 手术费用是多少 进一宝吗 那么目前的手术费用是在两万以内 进一宝 根据各地报销水平不同 患者要致富一万块钱的 手术后可以恢复剧烈运动吗 不可以 因为这个术后病人应该是配合更准心肌病的症状 吸烟会导致心脏病吗 吸烟会导致心脏病 同时已有心脏病的病人 吸烟可能会加重他的症状 心脏病的病人可以少量饮酒吗 可以少量饮酒 但大量饮酒对心脏肝脏和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损害 心脏病的病人吃什么食物好呢 心脏病人应该吃清淡饮食 高纤维的 我们就像蔬菜水果和穀物味主最健康 吃烧烤对心脏有影响吗 烧烤本身不会对心脏有影响 但是烧烤的食物可能多数还有高档无存 同时烧烤里面的食物带有致癌物质 因此对心脏是不利的 心脏病有什么早期症状 心脏病的早期症状多数都是非特异的 比如说头晕了 胸闷了 走路无力了 睡眠不好 但是在疾病发展的过程中 所以疾病的发展而出现特异性的病毒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也期待您收看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两根小小的点针 竟然能够杀死可怕的癌细胞 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究竟如何完成 微小的创伤 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代医学科技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 模拟实验 现场操作 展现烫死肿瘤的群颈过程 健康之路 邀您共同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